挂断电话,岑森沉默了会儿。 适逢周嘉恒过来送文件,岑森呼得一顿,抬眼问,男人给女人的朋友圈点赞,夸他照片好看可爱,就是在追求他吗? 周嘉恒满心满眼都是工作,猝不及防听到这么个问题,好几秒都没反应过来。 等反应过来了,他又在想,岑总这是在暗示什么,还是在隐喻什么? 或者是感情方面出现了什么棘手状况,需要他这位总柱自行议会主动替他分忧解牢。 前后不过十多秒的功夫,周嘉恒已经斟酌出了得体回答。 可岑森似乎看出他想歪了,很快收回目光,在他开口前先说了句,别多想,我随便问问。 已经多想了。 岑森,你先出去。 周嘉恒稍顿,悦一点头便回身往外走,心里却难得地多了几分不解和忐忑。 他跟随岑森多年,十分了解岑森脾性,岑森想什么做什么,他总能第一时间议会并做出妥当的处理。 只不过,岑森极少提及私人情感问题,今天这态度,他一时竟有些琢磨不透。 不只是周嘉恒琢磨不透,岑森自己都没怎么想明白。 办公室内寂静,他摘下眼镜往后靠,又下意识地揉了揉眉骨。 在感情方面,他从来都淡,说不得有多了解女人,对交往对象也没有过很强烈的喜欢不喜欢,至多也就停留在欣赏的地步。 而静明书,从学生时代起,就有许多不在他欣赏范围之内的劣根性。 张扬跳脱,肤浅虚荣,嚣张跋扈,极度地以自我为中心。 在静明书幼稚地对他多番挑衅时,他还曾觉得,除了张脸,这女生简直一无是处。 好在两人的交集本就不多,高中毕业后更是少见。 只不过每次回南桥胡同,他都会被动地从曾家人口中听到一些和静明书有关的消息。 比如说,他考上了什么大学,从国外寄回了什么礼物,现在出落得有多漂亮, 哪家的男生在追求他。 也有过几次不正式的遇见,但都只是匆匆一瞥,话都没有说上。 一直到附中百年校庆,同学组织聚会,他才与静明书正式重逢。 他和静明书不同级,按理说,聚会也不该碰面。 但成年后的聚会又不是叙叙同学情谊那么纯粹简单,不过是为圈子人脉,资源互换占个名头。 再说的现实点,无用之人早被踢出了同学的范畴。 说来奇怪,岑森之间还记得,静明书那晚穿了条银绿色的吊带长裙。 那条裙子的款式简洁大方,全身白褶,却精致繁复,行动肩,细密褶皱如水波摇摆。 腰间还有一根极细的铜色腰带收束,更是趁得细腰盈盈,似是不及一握。 静明书到的那会儿,岑森已经喝了不少酒。 他自觉清醒,却在见到他时有那么一瞬,误以为自己醉得不轻。 静明书的两位伯伯,一位从商,一位从政,都非常需要得利姻亲作为助理。 那时岑森刚巧得知,他们暗地里已经为静明书物色好了联姻对象。 他们物色的联姻对象是江南仿制起家的苏家,苏家北上发展数年。 在政商两届都颇有建树,虽无法和岑家相提并论,但也已是新贵里的翘楚,势头很猛。 前途不可限量。 苏家那小儿子岑森也认识,双商不错,还一表人才,是苏家这一代的重点培养对象。 只不过,他在私生活上不甚干净,男女通吃,婚素不济。 想到这些,在看眼前的名模好齿楚楚动人,岑森心底竟然有些惋惜。 可能是从惋惜开始,他就隐隐约约有些想法, 所以才会在纪明书勿引家料酒时,出面将他带走。 其实岑森原本想将纪明书送去医院,可纪明书乖乖巧巧坐了没几分钟, 就冷不丁爬到了他身上,还面对面胯坐着,揉他的脸,骂他。 骂他重样媚外,骂他眼光不好,和李文英那种小白脸谈恋爱, 紧接着又颠三倒四地骂他,不应该和李文英分手。 他们这种不可回收垃圾,就应该紧紧锁死,谁也不要放过谁。 他晚上喝了很多,为带着没良心的女人提前离场, 还被启哄喝了杯不加冰的威士忌,早已不慎清醒。 一时也没空思考,这女人哪来那么大怨气, 时隔数年重逢,还记得给她来上一顿披头盖脸的臭骂。 可刚骂完,纪明书又主动亲了上来, 从他的唇一露亲至猴结,像慵懒的小猫咪一样, 有一下没一下的轻轻舔事,声音甜甜的,骂人也像撒娇。 陈森不是坐怀不乱的柳夏慧,自然经不起这样活色生香的撩拨。 有那么几秒他还想过, 这是不是技嘉搞出的什么手段故意引他上钩, 但软玉温香在怀,他竟觉得上了这钩也没什么不好。 正好,他缺了这么一只精致的花瓶当作摆设。 回忆在走进酒店套房的瞬间,戛然而止, 陈森睁眼,揉了揉眉骨,又重新打开桌上文件。 最近可能是太累了,他竟然会因为裴夕燕那小孩的一句话胡思乱想。 纪明书是他太太,夸一句好看可爱再正常不过, 又哪里弹得上追不追求,喜不喜欢? 不知所谓。 可没过多久,他又停笔,拿起手机给纪明书发了条消息。 陈森,今天录制什么时候结束,刚好顺路,可以过来接你。 纪明书看到这条消息时,已经累成了一条咸鱼。 跑装修是个体力活,普通人尚且觉得辛苦, 更何况是纪明书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。 他无精打采地已在窗边,给陈森拨电话,声音捏了巴基, 刚看到你的消息,我录完了,好累,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 陈森,我已经到了。 纪明书下意识往窗外看了眼。 小区停车平角落,有辆熟悉的车正打着双闪。 正好这会儿工作人员收拾完了设备,也在招呼他, 纪老师,走吧,车已经来了。 他眼珠电话回头,哦,不用了,我老公来接我了。 啊,纪老师你已经结婚了? 完全看不出来。 工作人员都对他已经结婚这事儿感到分外惊讶。 其实素人参加录制,节目组都会事先做一些背景调查, 但纪明书是孟小薇推来的人,金主爸爸那边又否决了他和李彻炒CP, 还有将他列为重点拍摄对象的计划, 节目组也就没在他这香边花瓶身上多好精力。 再加上纪明书没有佩戴婚戒的习惯, 人又时尚年轻,谁也没往结婚的方向上想, 于是简单的婚姻状况就这么成了灯下黑的盲点。 纪明书没空和他们解释这些有的没的, 随意应付了两声,又去洗手间整理了妆容, 便迫不及待地往楼下跑。 他踩着高跟鞋走了一天, 两条腿都已经濒临打战, 一上车,他就弯腰揉小腿肚, 嘴里还呜呜,痛痛痛痛的, 嚷得恨不得全世界都能听见。 岑森放下文件,轻描淡写道, 你可以穿平底鞋,你懂什么? 高跟鞋是女人最后的坚持, 我就是死也不会穿平底鞋来参加录制的。 岑森冷淡地呜了声,又继续看文件。 哦,哦,哦。 纪明书不可置信地盯了他十秒钟, 见他这般若无其事,还很悠闲, 而自己累到四肢发软半身不随, 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 他忽然侧了侧身,一条腿两条腿, 迅速而又利落地,全都搭到了岑森身上。 我痛,帮我揉。 他说得理直气壮,岑森转头看他, 一时竟分不清他这是在撒娇,还是在命令。 而纪明书说完,就很无赖地不再理他, 自顾自地玩起了手机。 岑森垂眸,看了会儿他的腿, 扮上没动静。 我痛,痛痛痛痛痛。 纪明书动了两下催他, 语气中有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娇称。 岑森心底微动,不知在想什么, 还真慢条斯理地挽了挽秀, 上手帮他轻捏腿肚。 真捏? 纪明书下意识缩了缩。 其实他只是想小做一下, 折磨折磨这狗男人, 哪知道这狗男人今天这么好说话。 好在他很擅长接受别人对他的好, 很快便释然放松并心安理得地窝在座椅里, 享受着每秒几千上万的独家服务。 纪森捏腿这么难得的事情, 不吹个牛逼实在是太可惜了。 纪明书打开微信, 正在想怎么发朋友圈, 比较不做做。 忽然手机一震, 谷开扬发来消息。 谷开扬, 啊,姐妹挺住。 谷开扬, 李文音的采访出来了。 谷开扬, 我给你看一下重点, 本姑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 纪明书, 谷开扬甩来张彪红的采访截图。 缩略图可以看到提头的李文音采访稿六个大字, 纪明书心底咯噔了下, 点开扫了眼, 迅速抓住重点。 李文音, 我觉得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拍成电影, 应该是每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梦想。 我写的这个故事对我而言非常的, 怎么说呢? 非常的特别, 也不可复制。 李文音, 对,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, 原型的话就是我和我的初恋。 以前我也在微博上写过一篇我的初恋结婚了, 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, 也没想过会被大量转载, 后来因为怕给他带来困扰, 我就选择了删除。 李文音, 我想拍这部电影也并是不想去打扰他, 只是想说, 人年轻的时候总会不懂得珍惜, 幼稚又莽撞, 可能因为我的幼稚莽撞, 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, 但另一种意义上来说, 我们也曾拥有过彼此最美好的年华。 李文音, 是的, 这段故事对我来说很重要, 也很有意义, 所以我会尽全力去呈现出他最完美的样子, 也希望他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, 所有人都能因此回忆起自己的青春, 回忆起自己最无法复刻的十年, 这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祝愿。 祝愿? 什么狗屁玩意儿, 这个小白脸敢不敢当着他的面说一遍他如果不胡这小白脸一脸大便, 他就不幸计。 静明书有点控制不住体内的煞气, 双腿也跟着呼的一筹。 岑森健壮, 抬眼瞥他, 怎么了? 静明书那把愤怒的小火苗已经燃烧到了五脏六腑, 感觉自己一开口都能喷出玄雀神火, 他忍了又忍, 耿着心头血若无其事说了句, 没事, 端庄闲书的我一定不能生气气。